中国民主人士陈子明 乘搭达美航空第188号航机 在晚上9点半抵达波士顿洛根机场 现场除了她的妹妹陈子华 还有黄君涛、胡平、韩连潮、李俊俊 陈小平等中国民主人士热烈欢迎和献花 陈子明在机场说 受到各界朋友们的欢迎 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我的治病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一直在坚持的奋斗 今后我也会只要生命不息 就战斗不止 要跟疾病做作争 要跟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的 这些极权暴力的这样的一些体制 做到的 为中国的民主化 为世界的民主化 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 继续做出我能够做的一件微博的贡献 谢谢大家 黄君涛转交着1991年 由国际保护记者协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 李俊俊就颁发了北京之春在2012年 颁售的自由先锋奖 公民力量副主席韩廉潮代表主席杨健利前往 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家长令 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委员会的终身成就奖 以及爱尔兰前线人权卫视的家长信 转交给陈子明 离患以斯娅末期的陈子明 未来将会在麻省总医院接受治疗 陈子明的太太黄志鸿说 真是衷心的感谢大家 这么关心子明 而且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荣誉 真是谢谢大家 反正现在我们因为这么多朋友的关心爱护 我们也会极尽全力的积极的治疗 争取创造奇迹早日康复 好 谢谢大家 陈子华说 谢谢各位今天来欢迎我的哥哥 而且对于这么高的荣誉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同陈子明相识35年的胡平说 很高兴陈子明终于能够来到美国 他对美国之音说 作为他的老朋友都非常高兴 因为自从上个月我们得知陈子明患 陈子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推动中国民主改革 他被中国政府指控是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刑本获释之后仍然受到警方的监控 2013年12月19日黄丹在他的面书上公布 陈子明已经患上末期癌症 直到今天才可以如愿来到美国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荣毓 波士顿报道 幕志愿者 杨 원래有望 未经éri aqu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